二十九题是问了内分泌器官的思义图 或者是正确的 我们看看 一一破解 我们把每个讲解给大家看 A呢叫做脑垂线 它叫做内分泌的主宰 在下次修的下面 叫脑垂线 内分泌的主宰 那B是谁呢 B是两个大大的叫做甲状线 那么C呢 是那四颗小小的 叫负甲状线 分泌负甲状线素 又叫生钙素 胸心它标给你看没问题 那这个猪呢是肾上线 肾上线包含皮质跟水质 分泌不同的基数 那这个E呢是胰胀 那F呢是卵巢性线 那G呢就是睾丸 是男性的性线 好那我们ABC做E到G 我都知道 我们一一看A选项 A的激素 可不可以促进B来分泌激素呢 可以 这个课本上跟简单上都有 这个激素的名字叫做 促甲状线素 脑垂线分泌促甲状线素 促进甲状线的发育 及分泌甲状线素 所以答案A是有的 脑垂线分泌的促甲状线素 可促进甲状线分泌甲状线素 A是对的 所以答案是A B选项呢 猪是肾上线 肾上线基数 具有促进葡萄糖 准变成蛋白质的功能 那写法呢 各位如果这题要改怎么改呢 是谁 是葡萄糖皮脂素 因为这边我们很快的跳过 所以有个重点没提到 葡萄糖皮脂素 要增加葡萄糖的量 如何办到 有一个方案是这么做的 皮脂素 它让非蛋白质 非不是非蛋白质 非糖类 非糖 转变成糖类 这个机制叫做糖质新生 有没有印象 基本方法有提过 叫糖质新生 所以这题 它考的是糖质新生 这个东西 可是它为什么错了呢 糖质新生 应该是把蛋白质 变成葡萄糖 才叫糖质新生吧 它写反了 它把原料跟产物弄反了 所以珠基素 是把蛋白质变葡萄糖 执行糖质新生 它写反了就错了 好 思选项 胸腺属于免疫系统 有没有内分泌的功能呢 有 胸腺分泌胸腺素 让免疫细胞等于发育 胸腺分泌的胸腺素 让免疫系统可以生长 并且有功能 所以胸腺如果退化 人的免疫能力就下降了 所以是一档的错了 珠选项呢 F跟G是生殖系统 它也有内分泌的功能 因为性腺本来就分泌性激素 所以这里的C珠 不论是胸腺 还是卵巢 还是睾丸 它们都有内分泌的功能 以上是二十九题 以上是二十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